那我们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预测一辆车随着匀速进行前进的时候 它会行走的距离是什么 就比如说假设我这个车原来是有个关系是S 会等于VT再加上A0对吧 A0是它的初始位置 它是匀速的速度是V 然后呢时间那是T 最后它的一个距离呢是S 我们知道匀速形式的车是这样的 后来呢我发现又见到另外一辆车 但是另外一辆车啊 它这个速度是原来速度的两倍 那可能就是V2会等于两倍的V1对吧 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得到新的S2的这一个数据 以及这个T2的数据 然后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模型拿过来 把这个数据和它们相叠加起来 我就可以得到S2会等于V2T再加上 我一开始位置假设也是A0 好那这样的话 你就发现唯一改变的呢 可能就是这个V2是原来的两倍了 其实它这个迁移起来呢是非常快的 好我们在这里已经了解了迁移学习的一个基本框架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就是实际上在进行迁移学习的一个模型更新的时候 它有拿几种方式 首先第一种方式啊 在前面和大家分享猫狗识别的时候已经应用到的一个技术 就是特征提取 它所谓特征提取呢就是说 假设你已经有模型A了 你可以把这个模型A里面的部分层啊 比如说它的输出层给移除掉 你就不要这个输出层了 用前面的层去提取出这个目标的特征信息 比如说我可以用VGG16这个模型 提取出猫狗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轮廓 就是说我们第一种方式 特征提取 还有我们第二种方式 结构的应用 所谓结构引用呢 直接把这个模型A的这个结构 可以拿过来进行一个参考 直接在这个模型结构的基础上 进行重新训练或者二次训练 也就是说 我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原来我可能有五层 每一层有十个神经元 我现在还是五层十个神经元 但是呢我会重新训练一遍 我是用新的数据去进行训练 或者呢我就在原来模型的参数基础上啊 我进行一个二次训练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我们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我们还有第三种方式 模型的部分训练 那这个时候啊 模型结构还是和原来这个A的模型结构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我会训练里面的部分的权重系数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假设我原来模型A是有四层的 如果我是模型2呢 我会对四层里面的所有神经元呢 都重新进行一次训练 我第三种方式部分训练 可能呢我前面的这个层呢 我是把它冻结住了 这里面的权重啊 都已经固定了 我就不会变了 后面这两层的结构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会进行一次重新的一个训练 也就是说我会对后面这两层的权重系数 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更新基础就是基于我这个新的数据 那我们这里已经学习了实现迁移学习的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 它们的应用场景肯定是不一样的 通常来说我们为了去确定用哪一种方法更加合适 我们会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 第一个维度就是新数据的一个数据量有多少 你有很多新数据还是说只有少量的新数据 第二个维度那就是说我两个任务之间它们的相似度高不高 因为通常来说任务相似度越高 迁移的效果肯定是越好的 首先针对我们这个右下角的部分 我两个任务它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我的这个数据量又不太多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建议呢利用这个A模型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因为你这个相似度高 新数据少 所以你不适合进行全新的训练 但是呢你可以利用原来训练比较好的这个模型 把这个核心的特征给提取出来 因此我们会保留原来模型大部分的结构 以及这个权重系数 主要就是把特征提取出来 然后基于这个少量数据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之前用到的猫狗识别里面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我们就从右下角这个区域 我们往左边走 那就意味数据量还是不太多 而且模型任务的相似度也在下降 那既然任务的相似度下降了 那就意味着我要训练更多的参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部分训练的一个方法 就是保留原来的这个模型结构 但是我这个模型结构里面分成两部分 我前面的这些层我还是用原来的权重系数 后面这些层我就会进行新的训练 那这是我们的部分训练 那说完了两种都是数据量比较少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说第三种就是我有很多的数据 而且任务相似度也比较高 因为我这个数据多 对吧 意味着我其实可以尝试着去重新训练这个模型了 因为我这个任务相似度也高 就意味着我原来这个模型结构应该是挺好的 因此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全新的结构 那我就可以基于原来的这个结构 做一个全部的重新训练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构的一个引用 那我可以全部重新训练 或者做一个二次训练 就是假设你原来这个参数都已经确定了 我就直接在原来参数的基础上进行继续训练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剩下了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数据 而且我两个任务之间它的关联性比较低 那既然比较低就意味着原来的这个模型很有可能是不适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尝试一个全新的结构 可以自己根据这个新任务去搭建一个新的结构 然后呢我有很多数据 所以呢我就可以进行全新模型的一个训练 说完这个不同场景下 我们对应了一个不同的方法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最后啊 弗莱老师还是会建议大家 一定不要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一个方式去解决特定的任务 我们最好呢应该可以实现一个灵活的应用 就比如说如果我有一次发现我这个任务相似度挺高的 但是我数据也挺多的 我是不是必须得进行一个全部的模型训练呢 其实不一定 我也有可能直接用原来的这个模型来进行课程提取 对吧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接到这个新任务的时候啊 先进行一个思考 为什么我们这个课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讲这个迁移学习啊 这里主要我们会有三个点 然后让大家去了解这个迁移学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点是围绕数据来展开的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和大家讲过 数据是决定了我这个模型的这个上限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很多时候是采集不到那么多数据的 因此如果我有一种方法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对数据的一个依赖和要求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迁移学习呢 可以让我们对样本数据量的需求大幅的一个减少 首先就用我们之前的这个猫狗识别的案例来介绍 其实在原来这个研究者去训练VGG16的时候 他用到的这个图片呢其实是有着1000种类别 每种类别呢有1000张图片 那就意味着有大概100万张图片 你会发现这个图片呢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其实去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啊 我们只用了420张图片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你就发现我对这个样本数这个需求量啊 是大幅大幅的一个减少 当然呢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搭建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当时呢也用了4000张图片对吧 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4000张图片 对这个新的图片啊预测啊效果不是很好 而我用这个迁移学习呢 我就只只用420张效果就挺好的 那就说明他这个数据的依赖是小了很多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时间上 因为我这个迁移学习 我有一些核心结构 我是不用再去改变了 因此我需要更新的这个参数呢 是大幅减少的 那我这个训练时间呢 就是说也可以大幅的缩短 我这个训练速度会更加快 那在原来训练这个VGG16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大概有1亿多个这个参数 是要进行训练的 那当时我们自己建这个CNN的这个模型呢 它的一个训练参数大概是50万以上 最后啊我们进行这个迁移学习啊 它大概是25万的一个参数 是需要进行一个更新的 你会发现这个参数的数量 比原来的VGG16可以说少了特别特别多 比我们这个CNN模型呢 也少了一半 对吧 所以呢 它可以节用训练的时间 那我们对于这个计算机的配置要求呢 也是可以降低的 好 那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建一个模型 我肯定希望它的表现是好的 那通常来说 如果我们去进行迁移的时候 我采用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模型 A是比较合适的 那你会发现啊 我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效果啊 这个表现啊 其实是非常好 而且很多时候呢 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模型呢 表现还更好 因为你这个模型 很有可能是 很多研究者花了很多心思 去优化出来的一个模型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其实已经对这个迁移学习 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认识 那在这个基础上 弗莱老师在和大家介绍一个挺重要 而且比较相似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线学习 或者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训练